6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6創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的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恭喜今晚亦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真正能够解决到问题 我们不只是希望和大家大事批评一些事件 或者政府机构 或者某人对某事的处理的不当 大闹一番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和大家深入讨论一些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 然后能够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可以做些什么 令这个问题可以真正解决 即是说我们希望你代入在一个人的负责人身上 如果你是那个人你会怎么去做呢 好了 今晚我们讨论的地方 我们首先会看看香港最近在医疗方面有些什么的报道 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反应 接着我们就会花点时间讨论一下 为何我们那个医药的问题是这么严重呢 一般人都以为我们的药物是经过一个很严谨的审查 安全性有效性 我才能够能够出市面的推销 而近年我们发现很多这些药物 是很快就发现问题之后 就快快是回收出来的 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我们稍后会快些时间和大家在这方面探讨一下 今晚和我主持这个节目 是有金泳言千山 他是一位媒体的工作者 一位非常关心香港的人 他也过去是很积极参与社会的工作的 他是我们香港近好大行动协会的义务干事 因为他自己没有什么政治的背景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看东西会可能比较客观一点 就不会是将问题复杂化 可以帮助我们看出问题的本性 好了 金泳言 最近有些什么在香港报道有些什么 其实有很多东西的 会不会有些同时和我说回你 有些很特别的报道出现 和你的网友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金泳言 这个星期最热的 当然是 财夜 扔了一个销售税的提案 不过袁医商有一点 我们今次不是说销售税 但是 其实跟我们的主题是很有关系的 医疗方面都有关系的 因为财夜 就是 他最主要就是说 将销售税收到的税收 大部分 差不多200亿 是放回医疗和教育的 社会福利 是的 还有税务学会都支持这个 他们的会长就在媒体里说 我们人口老化 我们那些人口老化的人对医疗的需求越来越大 那怎么办呢 你不立多些税 这个是一个好的 值得支持的一个方案来的 就是征收销售税 是的 那 我 我觉得袁医生 你都会对这方面一定有一个很独特的看法 就是 整天就是说 我们现在越来越不够钱了 就是 一定要怎么样 如果不是 就要 又要医疗 每个人医疗公款 那这个 他就 这一个都是一个好的方法来到 就是 收一些税 来处理当前的问题 但是我自己个人看法 我觉得又是 西医处理的健康问题 只是解决表证 就是眼前的 几年的 那 就是 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以我的理解 那 袁医生你怎么看呢 我们看很多的问题 其实最重要 如果我们去探讨一下 这个改革的政策 最终得益的人是什么 最终哪个人会因此而得益呢 所以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想一想 我们完全是不会觉得稀奇 会计界一定是很支持的 是 为什么 会计师的工作会多很多 是不是 就是我们会将整个税收的程序 会复杂很多的 是啊 所以 很明显会带来会计界很多生意 所以他们是得益的一部分 其实在销售税那方面 我经常都听到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 起码我们将那个税机公平些分配 那在某个程度上 我也觉得是公平分配 负担社会的支出 是一件应该的事 就是或多或少都好 大家都分担一下 大家有点责任 这个社会都是你的 我们的支出都是你的 所以在这方面 你表面听来 是挺合理的 当然 我们也看到 其实香港人所付的税 不是只是中产阶级的 所谓的税收特别多 或者是高收入的 所谓打工皇帝 比得多的 我们也都知道 很多大财团 是很多的方法 是可以将税限大大减低的 但是其实有一件事 我们香港人 经常都不记得的地方 就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付着很大笔的税 这个税就是我们的高地价方面 因为我们香港人 就是被迫要住很贵的屋 被迫要做任何生意都好 我们都要用很旺贵的租金 其实这个某程度上 都是一种税汉 在我来说 是一个税汉 因为我们不可以 自己在街上 或者山边 带一个店铺 或者大家屋来住 我们不可以 如果我们住在香港 我们就被迫 一定要用这些 相当之旺贵的 基本的住屋的需要 所以 绝对旺贵的 所以不是说 香港一般人 是不需要交税 其实每个人都是 因为我们个人都要住 除非他不住屋 袁医生 我给你一个数字 我们每一年 国民生产总值 是大约1万亿 政府的支出是2千亿 你可想而知 就是 我们养这个官僚机器 都挺重的 你不要说 常常说 我们的税率低 你就看看这些数字 低什么 一点都不低 你还要打我荷包 现在 你不如管理好 为何要支出这么大 你看一般人 是用在房屋的比率 是很高的 五成左右 五成左右 我就五成了 所以你想想 基本的需求条件 我们可以这样说 其实是给政府的 因为政府在这方面 是用收入保障 是垂断的 它土地 那些 所以你不可以说 我们香港一般人 是不需要交税的 因为我们这个高租的情况 我们个个被迫 其实要交了一大部分的税 这个税是远不止5% 一定不止 你交差响 差响和地租 是很厉害的 我们每走一步路 其实是给钱的 是的 你不要以为 我们走一步路 铺那一块 不用钱 全部都在给钱 是的 你看看 我很多时候 喜欢跟随西方国家 人家做 我都觉得 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国 好像应该去追随 其他西方文明国的做法 你看看 例如美国来说 美国人一般用在 主要方面 大概都是25-30% 我们香港人 正如你所说 如果是40-50% 其实可以这样说 每个人加了10%的税 不是5%消售税 当然 最终最终的问题 就是哪个人得益 当然得益就是政府 是不是 他多些钱用 是不是 多些钱去派给人用 也可以拿钱 掩盈了很多人的口 所以其中一个 就是当然政府会得益 但是还有什么人得益 当然医疗界 他又多些 水喉又多些 以前的50亿医管局的开支 一直增加到300多亿都不够 我们要继续去帮下去 当然 我们社会福利那方面 其实应该是 全香港的所有政府开招最大的 跟着教育 可以看到 当然这些人会得益 因为他更多钱 总之整个政府支出 七成人工 是 包括所有工营的机构 譬如医管局 很多那些法定机构 是的 即不是公务员体系 但是是公营机构 那些人工 七成支出人工 你说真正用在我们市民 其实不是很多 是的 最终最多的钱 又是用在那些 又加人工 就是政府公务员 政府支出的机构 又聘多些公务员 又聘多些医生 又聘多些护士 这就是解决的 但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就拿回医疗来看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香港用在医疗方面 开支都不是很大 占大概是2点多个 或者以前的数据是3.2% 我们国民的总收入 他说其他国家 起码是8%、9% 美国差不多开了 去到14% 用到1.7兆亿美元 他们说 我们用得比人家少很多 是的 还做得很好 我们做得相当好 所以我们应该还可以用多些 但有一件事 他没有提出 这些国家用了这么多钱的国家 结果医疗问题有没有解决到呢 有没有解决到呢 有没有解决到呢 美国十几个%都解决不到 那我们又给多五倍 就是给多千多亿 千多亿 我就不相信解决到 问题就是 其实 所有这些国家 用得比香港多很多倍的国家 医疗问题是完全没有解决到的 那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到 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 就不是说 我们丢的资源不够 香港的社会问题 不是说 我们丢的社会服务那方面 资源不够 香港的整个个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要堕落的所谓 那个政府来到 就是养他们 那其实就不是说 就是我们用得不够的 最重要呢 为什么要那么多人 要靠政府养呢 为什么我们用那么多资源 在社会方面 在教育方面呢 这个就是个问题的根源 那这些问题 是不是用多些钱呢 就会解决到 那你看一下 我们过去 在那个多方面的资源 其实在比以前 是多了很多的 社会问题 其实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教育那方面的 我们学生的质数 其实一直一直下降 那所以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不是说 反对 如果多些钱 要用多些钱 去做好些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用多多钱 其实问题是一式一样 因为问题 根本不是我们 税收不够的关系 根本是我们 很多个无谓的开支 我们的制度 是将我们的人 最坏的方面 是不断地带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 前一会儿没有 有对夫妇 他就频繁出去外国旅行 九次 是的 你可以看到 在外国有这个现象 因为我们很多社会的福利 其实是分化家 我也认识好些朋友 因为他要拿福利 最好夫妇就不要住在一起 他可以说到 单身 单身多些 钱就多些了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很多社会问题 根本就是我这些制度 是助长他的 所以如果这些制度 是继续助长 继续加进去 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 所以我反对税收 主要的原因 就是基于这件事 很多人其实都不了解到 我们的税的历史背景 其实祖延的税 通常是一个暂且 就是权且之计 因为我要打仗 政府就说 因为要应付战争的支出 我们暂时性 就要大家交一些税 通常就 正收良享 对 跟着我们打完仗之后 我们就会 停止税收 其实很多税的前身都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 结果不是 结果由一个暂时性的 征收税 结果是永久性的 还有 会员不断地增加 不是的 政府 就是 有没有需要那么有钱 有没有需要那么富裕 富裕不富裕的问题 就是 你看香港这方面 其实我们的政府的支出 好像说 是佔我们的政府的国民总收入 是全世界最大的 20% 20% 是全世界最大的 美国都好像14% 就是政府运作联邦 都是14% 你看这个问题 已经用得很尽 我们再由20% 是否再加到30% 是否加到30% 这个问题会解决呢 政府大花筒 又要拿52亿 不计地价 要建个昂贵的总部 干什么呢 你上班 你不在那里睡 又要 警队 又要买保马电单车 又要 那些总裁 在假日 用来玩的 他说不行 那些要见人 跟着又要买 特击队 美国的特击队 一千六百多元一副的 安揭眼镜 还埋了广告 又要 有一次 在互动电视 我说 那要不需要学美国佬 买个哈里 他们的交通巡警 都用哈里 二十多万一台 那要不需要呢 就是 那些枪械又要换 你经常打仗 我们是不是很多枪战的 袁医生 为什么要经常换枪械呢 全部要换过 跟着我们的警队又说 不够人 我们很多罪恶吗 是 还是鼓励多些人犯罪呢 就是 要请这么多的警察 为什么 那 最大的问题 就是 我们不觉得 再给征收多些税 再将我们这个 已经不断膨胀 而毫无结果 是制造 然后很多不良效果的 这些社会福利 这些所谓的教育制度 为了一个数字不断 以及医疗 在医疗方面 就是我们用了这么多钱 增加了这么多倍 其实 这个问题是 不单止没有解决 是越来越严重的 那些死路一条 你走错了一条路 好像医疗那样 你根本 就是 袁医生容量 我说 根本我们是被垄断 那个医疗 只是 只有一种疗法去搞 而这种疗法 完全处理不了 我们香港人健康的问题 八分之八十的文明人 那些健康问题 已经大多数已经是 证实了不行的 那你还扔多多钱 也没用 没错 那他经常用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你看看 全世界有很多长寿村 其实那些地方 根本是没有医疗服务 反而那些人健康是很长寿的 所以不是说医疗服务多 健康的问题是可以解决得到 我过去也提过很多次 全世界有好几个地方 曾经经验过医生罢工 每次罢工的死亡率一定会减低 其实我们有足够的资料 知道我们的医疗问题 不是我们扔钱不够 是我们的医疗 现在所谓的壟断性的医疗 只是独孤一味 用一些化学的药物 来处理的疾病 而这些化学药物 这些干扰性的医疗 除了对一些所谓的 创伤性的问题 急症 所谓的意外 这方面的问题 是有效之外 对大部份人民人所患的病 包括伤风感冒 根本是完全没有真正正实的疗效 袁医生 这三几天 有几则医疗的新闻 想请教一下你 是 第一次 星期三 有线电视 他有一个健康节目 中大 不知道 每个星期 他都有新东西 他是说健康节目 或是主流医疗的 不是 西医 西医 中大医学院 有一种新的检测方法 就是那些烤喘的病人 尤其是小朋友 他有一种检测方法 就是在他们肺部 有一种类似一些化学物质 如果我们检测到这种化学物质 就可以很准确地下烤喘药 没有以前会引致副作用 这是第一质 那他们的建议是怎样呢? 新发炎 这个检测可以准很多 就不会多不会少 多就会有副作用 我便即时想 袁医生 即是以前是靠估计的 我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提及 其实在外国 已经有一个在这方面的专家 都指示出 其实大部分的现时 所用的西药方面 是少过一半 对治疗问题是真正有效 就是少过一半 你记不记得我上一次 我都告诉你 其实大部分的药 譬如有效率 譬如老人痴癌症 Alzheimer 是30%有效 烤喘药 是60%有效 很多情绪 很多情绪抑菊 是62%有效 还有糖尿病是57%有效 私营肝炎 42%有效 濕感 40%有效 急性的扁头痛 52%有效 对癌症 对癌症 25%有效 铝风湿 50%有效 精神忽炼症 60%有效 其实在医学界 老早知道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例如过去 烤喘药有效率 只是60% 希望用这个方法 是否可以令到 药物更加有效 不是 他说 落药准 就不会多 就是引致副作用 副作用 我常常反对 用副作用 这三个字 杀伤力就是杀伤力 令到你会死 什么叫副作用 副作用就是外加作用 说得这么好听 做什么 杀伤力 令到你会受伤害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 当然 一这样说 又不行 马上又显露了真面目 不要被人觉得有杀伤力 副作用好听些 就是外加多了作用 是不是 一般人 你问他有副作用 他觉得没什么 我转过 杀伤力 说杀伤力 那就想一下 其实应该说杀伤力 不要说副作用 好像我们上次提及 不良医学广告条例 其实那个条例 就是反医疗资讯自由条例 是真的 说得好听些 不良医学广告条例 其实真正是反医疗资讯自由条例 这个就是真正的 所以原医生 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 以前那些 就落得不准 又被杀伤力 又令到 酵犬而死 下重药 因为很大杀伤力 我知道酵犬 其实酵犬在历史上 是过去 比如早年的资料 在医学的文献 通常当酵犬 就不是一个致命的病 就是没有人死在酵犬 但是近来 我们有了一些新的药之后 开始有人死 是死的 其实是不是死在酵犬呢 结果发现 其实很多人不是死在酵犬 是死在治疗酵犬的药那方面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很多这些药 会出现一种 我们叫做 異常性的反应 叫做 Paradoxical reaction 即是说 它本来就是 原意是 放开你 擴张你的气管 或者是 将你的黏液 稀释 让它留得畅顺些 和麻痹了反应 但是这个问题 反而很多时候 它们会令到 你的气管 是更加收紧的 令到你 那些 身体的痰 液是更加硬化 令到你的气管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人不是死在酵犬 是死在酵犬的药物 好了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样 我们刚才所说 我刚才所说的 资料 比如60%是有效 其实有效的意思就是 它是控制病症 它不是可以医好这个酵犬 刚才我所说 过去经常说 80%的文明人病 没有得医的意思就是 其实你是有药 只是能够控制病症 但是你付出的代价 就有很多副作用 跟着其他的病 一路一路的加 最终最终 你的健康是越来越差 你的健康从来 没有因此而改善过 这个我经常就要强调 分别 就算过去说 60%有效 其实是压得到症状 其他40% 是症状都压不到 袁医生 就是 香港的 如果小朋友又哮喘 香港的父母 都有一个concept 就是说 那些类固醇 是有很大的 杀伤力 就是 父母 不知道 很大的副作用 他们都不是很想用 但是 我们的 我要不是很客气地说 就是 香港的医疗当权派 整天都说 没有事 是你们 父母完全是 忧心的 简直是 多余的 是没有事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现在很少的 整天就是这样说 这种烤喘药是很少的 那些副作用很少 很少 没有问题的 现在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 整天就是这样说 这种说法 在外国已经有很多次的报导 其中最近有一次的报导 在正确使用药物之下 不是用错药 用多药 用小药 是说正确使用之下 药物死的人数 差不多是十万六千人 只是其中一个研究 讲药物正确配方 没有多没有少 没有断挫症 使用的药的副作用 杀伤的人 是十万六千人的 差不多是排 只是讲药 这个药的副作用 正确使用下 是排第六 甚至乎是第四大 导致死亡原因的 以前我经常说 另外一个数据 整个西医所做的事 所导致死亡人数 是多少 差不多是七十八万 七十八万三千九百三十六 其实是第一大杀手 只是讲正确使用药物之下 的死亡人数 都差不多是排第四个percent 四个percent 即是第四最高的死亡原因 所以你看到 我刚才他所说的报导 问题就是 那个chemical marker 你认为这个是一个 只能够帮助你用药 但是这个问题的药 是不是真正根治到 那个问题呢 是不是 这个指标 是不是 问题的根源 根本就不是 其实 是不是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法呢 根本是全世界 这么多种医疗方法 有没有可能 没有其他方法 会照样可以处理到这些 这样的哮喘 而不会有副作用呢 这样 好了 不说了 是的 所以 袁医生 我又要有一则 新闻 是跟这些有关联的 是 今天呢 有一则新闻 是在英国的 有一位 即是华裔的 他就吃一只中成药 就是青肝的 是 他是吃了五年 是 接着呢 就患了膀胱癌 嗯 英国的医学界 呼吁要严厉去 去管制这些中成药 是 他说呢 这个中成药呢 这个中成药呢 有马斗零酸 嗯 会引致腎衰竭 是 那我 我即时想 是不是 是不是 建制 在霸权里面 他就可以 理直气壮 去说 一些 是你的 是你这些 是你这些医疗 令到他这样的 好了 反过来 我再说一个例子 反过来 打疫苗 引致我老爸 是 是 肺炎而死 他就立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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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签了纸的啦 你有什么证明啊 即是这样的 可以这样的 可以这么无賴的 是 你说人那时候呢 就理直气壮的 好似 我就是 我就是神来的 我说就是对的 反过来 反过来 去指尘这些 这些 当权这些 医学界所做的 坏事类死人呢 你签了纸的嘛 你有什么证据 有什么证据 就不认的 是 还要大条道理 说回来 转头的 好 或者我们休息 一会儿 做一做小广告 转头回来 再和大家继续讨论 哎呀 你转天来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 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 任何通证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啊 那就买多个 分享给儿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 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 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好 又回到香港出路了 袁医生 如果有些网民呢 有些什么问题啊 或者有些意见 跟我们谈一下呢 可以打进来的 那 ICQ呢 就是308 084 705 电话呢 2385 4492 如果有些什么医疗问题 是的 欢迎大家 可以打电话 跟我们 加入我们的讨论 袁医生 刚才讲开 那个 烤喘 有一个新的方法 检查 自然医疗 对烤喘的看法 还有 有什么观点呢 或者我先讲讲 那个问题 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西药呢 任何药都有副作用 我们不会说 因为某种西药有副作用 我们就禁止了它 我们不会说 因为有马兜灵 是可以 影响我们的腎功能 所以呢 我们就不让它用 中成药 中成药 因为有这个成分 如果我用这个 这样的 准则的话 其实全世界 所有西药 都会被禁止 为什么他们不禁止呢 其实一种 会议就是这个 说法 就是我们要衡量 它的利和弊 就是我们明知道 那些药是有不良的作用 但是呢 它也有处理 那个问题的 那个能力 所以我们会议 就是那个利和弊 好了 但是 为什么呢 我们在其他的医疗方面 我们经常在坊间 看到很多这些报道 维他命A 就不可以过分 维他命C 就会有神石 之类 有些鱼油丸 有些鱼油丸 要吃得过多 就可能 它通常说可能 那其实呢 但问题就是呢 它从来没有说到 在正常采用之下 有没有这种问题出现 是吧 它就会说 如果你是过量服用 你可以这么说 喝水过量 都可能会有问题 是吧 好了 那问题就是 我们已经说可能 可能 但实际上呢 在我们的 过去三十年起码 就是我们有人 去做这些方面的 统计调查 是从来没有一个人 是死在这些 维他命 或者 礦物盐 自然的用品 是没有一宗的 而我自己实际 这么说 只是说美国 只是在每一年 十万零六千人 是死在那个 正确采用 和私下的剂药 好了 那我们经常要说 就是说我们医疗 经常要考虑几样东西 我们知道 所有东西都可能 会有不良的副作用 但是 我们是否应该 是找一些 副作用少少 尿下高高 是否应该是这样 是吧 好了 那你刚才问了 那除了我们 对不起 袁医生还有一样 今个星期 卫生署呼吁市民 以及回收几种类 类体 有些药 说它含西药成分 是的 会引致副作用 又是杀伤 我有个问题 想问一下袁医生 是 那这些中城药 或者类体产品 有西药成分 它说 可能会伤到人 所以就要收了它 所以就要收了它 是的 那些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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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不用收 是否 是否医生处方 在西医的手上 就变成了性药 就没有了副作用 没有了 因为他写一张纸 是的 在他开就会 那我唯一解释 可能他说 我会遇到你的 不死 不生不死 可以令到你不死 不中毒 是的 挺有趣 就是性药 一发现有西药成分 就要继续回收 是的 而且刚才英国那宗 他吃了五年 喂 你试试去公立医院 那些 你随便问一下 一人坐在这里 在轮阶症 问他吃高血压丸 吃了多久 起码20年 那些人不见 应该要立令去查封他 是不是 是的 还有 在医院 在医院 想着 处理自己本身的问题 谁知道 进去又出了 原来有一成病人 有一个报告 在医院 有一成 进去是遭遇了其他的 譬如 一些细菌感染 譬如 你可能 或者 譬如 脊椎有时进去 但你可能 感染了其他细菌性 或者病毒性 而黑了其他东西 是的 那这些又怎样 为什么西药成分 在中药里面 就变得很危险 而我们平日医生 开止的西药 就一点都不危险 就是这个 最基本的逻辑 我们都没有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问题是哪一种 好了 其实敲喘的治疗方法 很简单 很多时候 我很多病人 常常都很担心 如果小孩敲喘 半夜生肝发作 怎算好呢 因为他们 我们不是二十四时 开诊 通常我教他们 其实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因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是可以控制酵喘的 如果你长远来到用 其实你基本的酵喘 是可以完全受到控制的 甚至可以根治的 那么这个方法 是做什么方法呢 就是喝水的 那么其实呢 如果我们遇到酵喘 是喝滚水 你喝滚水 连喝三杯滚水 接着呢 拿一条热的毛巾 扭干了它 热的毛巾 就敷在我们背部的方面 跟着呢 拿一条羊毛巾 总之不会滲水 那些羊毛巾 包住身体 在这种处理之下呢 大部分的急性的 所谓的酵喘 是可以控制得到的 那么如果我们平日呢 如果有酵喘这个问题呢 我们平日尝试呢 就是多些喝清水 多到呢 是喝八杯到十二杯一天 最好就是和暖的清水呢 是可以完全控制到 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呢 我们最近有个 有位医生呢 他发现呢 其实很多这些 这样的慢性病 酵喘包括在内呢 他最基本的那个原因呢 是我们身体脱水 是我们一般文明人呢 是喝水不够 所以呢 处理酵喘呢 其实最有效 也都完全可以说不到 不会有什么任何副作用 也都很便宜的方法呢 就是呢 是大量喝清水 这样就可以了 袁医生呢 你这个方法呢 香港人呢 可能被人洗脑洗得久 不信的 那些人呢 硬是要呢 都是一些 噴掉他 拿些药 就是香港人就是这样的了 就是洗脑洗到呢 我记得我们 就是我父母那一辈呢 我同意你的看法的 他都是用很简单的方法 去处理我们 健康的问题而已 譬如 就是盖大煎 喝水 这样 就是没什么好搞 那就搞定了 肥肥大胜 又是这么大 现在的父母呢 尤其现在的 就是 有十岁八岁的父母呢 我们的思维呢 已经被人洗得干干净净了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 简单不信 也都不懂分辨 只是会问所谓的专家 就是这样的 那其实没什么重要 如果你万一真的 遇到这个问题 那你试一下 有什么问题呢 你好过 我将个小朋友急性召唤 召唤一下去医院 你不如自己试一下 有这么简单的方法 练饮三杯滚水 拿一条热毛巾 濕了水的 扭到干 就是不要滴的水 热毛巾呢 是敷在背脊各方面 然后不要让他娘亲 拿个毛毡包住它 这么简单 试一下先 不行你才可以再用 你一向用的西约也不要紧 袁医生 有一个ICQ 先读一下 好 Fyndragon 我问 我想问两位有关鱼肝油丸的问题 其实上几年 有位母亲每天都用鱼肝油 给她两个二至四岁左右的女儿吃 后来两姐妹身体越来越差 结果两个姐妹得到干硬化 早几天我去探望一个阿伯 六十多岁的 她每天都吃一粒鱼肝油 鱼肝油是什么来的呢 依照肯面指示一天吃一粒 有没有问题呢 我想回答一下Fyndragon 那件事就是说 我母亲在大陆买了一大箱鱼肝油 大批便宜买回来 每天都吃很多粒 好像正常的建议份量的多少倍 二十倍三十倍 是的 很多倍 我记得 那两个姐妹好像得到干硬化 她在大陆买 而且她用的份量不是她们制造商的要求份量 建议份量 和一般人所用的份量 是 我曾经所说到 在现时在我们的医学文献上 历史上是从来没有一种 因人吃这些维他命 或者抗蜜炎因此而死亡 如果在正确服用的份量之下 是更加从来没有听过 亦都不会发生 你说用这些份量有问题 那不奇怪 是吧? 即是你吃阿氏不灵 如果你吃它三十倍的份量 我相信你的胃脆血即可出现 这是一个使用不当 问题不是鱼干油 问题是使用不当的问题 必然痛 如果一天吃八粒 已经可以令你肝衰竭了 所以这个问题 我要分清楚 她这个吃了一年才是这样 也算是这样 如果你听她说吃八粒 就立刻肝衰竭 她会写明 是啊 很快可以自杀用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搞清楚 问题当然不是鱼干油 问题是使用份量的错误 一个完全是不合理 采用之下出现的问题 即是当饭吃 是的 其实鱼干油 有很多人用 因为我知道鱼干油 有维他命A 也有维他命D 有基本的营养素 现在很多人知道 现在的小孩 很多学习能力很差 现在在美国的数据 显示 美国鱼干油 读书的SAT 成绩是越来越弱的 即是很明显 我们的学习能力 有很多问题 所以市面上 就经常看到 有很多的鱼油 有些例如EPA 或者DHA 这些脂肪酸 这些是帮助我们身体 神经系统的脑 是一种建筑材料 所以很多时候 人们会用这些食物的方法 鱼干油的方法 来做一个基本营养的补充 这是无可厚非的 是正确的 我自己的儿子 我都会给他吃点 通常我们身体 有亚米加3油 有两种必需要的脂肪酸 亚米加3和亚米加6 其实鱼干油 都是属于亚米加3的类 通常我们吃亚米加3 比如亚米加酸油 例如亚米加酸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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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二十个氧化的分子 这些是我们身体 可以在我们肝里面 将它变成 刚才所说的DHA 和EPA 但有部份的人 是做不到的 如果您就这样给亚米加酸油 亚米加酸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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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做不到的 有时候我们就直接 或者用鱼干油 或者是深海鱼干油 或者是沙鱼干油 在正确的使用之下 绝对没问题 袁医生 我除了刚才 Find Jackman说的那些之外 我最记得 当时 报这件事 那些主流医学界 就说要呼吁 要管制 他最终目的就是管制 一个数以十倍吃的 是人都懂得想 是吧 你又将它去上线 去试图去扼杀 去管制 那自己天天死在柱方 西医、柱方西药的人 天天死那么多 不见他去管制 不见他去做任何事 还要说他一句 还可以理直气 说 你签纸的 你知道的 我说给你听的 会死的 这样也可以 其实 一般人听到管制 政府监管 保障市民的安全 表面上是很好听的 有什么不好呢 你看香港很多的法律 都是用这种籍口之下 来通过的 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籍口 其实最主要 最主要 不是说管制 是令到这些安全的 最主要是管制的机制 如果成立之下 其实很多天然的用品 所有好的产品 就不可以袍头 就不会袍头 它不会袍头 很容易的 要求你给他一些数据 看 你有没有任何的研究 证实这件事 是可以做到什么 大家知道 可以说是真真正正正正式的 这些研究 起码用成五千万美元去做 一般这些营养产品公司 是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资源 去做这些实验 很明显 很多时候这种籍口 就会令很多有效的自然医疗工具 是不会出到市面的 所以我常常很强调 危机不是说危不危险 根本自然医疗所用的工具 是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人 有些维他命A 维他命抗蜗炎 从来没有 相比那些西药 简直是有天冤之别的 所以我要担心 就不是管制那些中性药 或者那些维他命 最担心 我们现在医药的问题 如何解决 好 答了Find Dragon 这个问题 希望他都满意 袁医生我又想问回 究竟 我看过那本书 《药厂的内幕》 以及有些电影都做过 你可不可以说 药厂的运作和全球 它是如何去运行的呢 很多时候人们会想 最近你会听到Viox Viox是最近回收的 Viox这种药 用了很多盐 是处理关节炎的 就是一般关节炎的痛楚 但最后被人发现 原来是会令到心脏病和中风 估计十几万人 因此而中风心脏病死了 好了 其实Viox这种药 其实我们市面上很多这种药 是很快就被回收的 我们说它不是经过很严格的审查 其实不是的 一般人不了解到 所谓药物管理局所要求 通常你只要证实药物是安全 以及你的药 是比我们所谓叫做安慰药 稍微效果好一点 但最大的问题 那些资料的来源是哪个供应 是完全是药厂供应的 所以为何Viox这个问题出现了呢 其实药厂老早知道 是老早知道 有心脏病血管的副作用 但他不把这个资料 呈上去给药物管理局 原来 根本这些资料是药厂自己给的 而且这些资料 它是不需要公开 给其他科学家去鉴定的 这件事很有趣 很多人想一想不到的 因为如果你的资料 要全部给政府 那政府将这些资料全部公开 那变成其他科学家 比较有独立性的科学家 可以去审核这些资料 可以看一下这种药物 到底是否真正安全 但现时的药物的机制之下 审核机制是不需要的 全部是药厂供应 药厂是可以将这些资料 是不需要完全给它 以及供应给政府 批合的资料 是不需要公开的 这个 这个所谓的 没有透明度的药物 是导致很多药物的结果出现问题 好了 那WILS的问题 其实是如何被发现呢 当时 WILS制造这个药的药厂 他就觉得 这个药很可能 对于肠的适用 都有治疗效果的 于是他就公开来做一大连串的实验 给一些有这些 肠息肉的病人服用 我知道一般现时的资料 如果你有肠有息肉 这是一个肠癌的前身 而肠癌是香港第二大杀手的 香港是亚洲最多肠癌的地方 八个人有一个人 有死在肠癌的 所以你看到 当时他们就为了 将这个药应用的范围 加强他就做这个研究 就在做这些研究 发现很多病人 是心脏病死 或者中风死的 而这里才惊动了 另外的科学家 FDA其中有一位 主管的科学家 他就开始质疑了 他开始要求这些资料再公布 导致这个药最后被取消 还有现在的官司正在打 因为很多这些受害病人 正在告这个药厂 其实袁医生 我想问一下 药厂和医生的关系又是如何 在理想的环境之下 医生有正确专业的训练 他应该可以自己独断 判断他用什么工具 但是我们现在很可惜 我们现时的医疗训练 基本上完全是局限于 所谓用药物方面 药厂也是在医学界 最大的赞助人 很多医院里面 或者医学院里面的 教授研究的基金 大部分都是药厂供应的 药厂每年也花了三分之一的利润 不是做研究 是要做宣传的 其中很大部分 有一个报告发现 每个医生 每个医生 药厂花在他身上 大概4000美元一天 主要是跟他做广告的 袁医生你这样说 我发觉 每天在街上 早上派那份免费报纸 头条日报 是 他里面有很多医疗广告 是 很多医疗广告 请某某医生 那段广告 下面是小小的 比如 辉水 辉水药厂 墨沙冬药厂 那些 通常是 罗氏 其实背后很多这些 是不是一个利益上的考虑 这个是很明显的 比如好像在200年的时候 在美国有个医学雜誌 有个总编 都开始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发现很多这些所谓科学文献的研究文章 背后全部是药厂出钱的 也有一个研究发现 如果有药厂资助的医学文献 通常百分之八十的结果 是对他的药是有效的 是一个好的结果 但如果是一个独立的人 做这些研究 有一半才说是有效的 一半是认为无效的 我同意袁医生你说的 我看那本药厂黑幕 他指尘的研究 药厂赞助那些 他一定是令到他很有利的 对他的研究 你那些取态 譬如他那些药物主持什么 是呀是呀 做那份研究 报告一定很有利 其实 没错了 百分之八十 他当时要做一个调查 百分之八十 当时那个杂志的主编 就说 我们以后这些文章 如果有药厂背景的资助 我们就不登 但两年之后 他退位 另外一位主编上任 很快就将这个要求取消了 因为实在太少 没有药厂支撑的所谓研究 文献实在太少 所以他没有办法 如果他不登那些 有药厂背景的医学文献 根本就不足够文章去刊登 所以整个都是 还有袁医生我想问 药厂的利润是否很巨大 药厂是所有行业里面 利润是最高的 全世界利润最高的工业 就是药厂 好像大概是有18% 而第二利润高 就是那个银行 那些银行界 我说是那些商业银行 不是那些外面的银行 大概是13% 你可以看到 为何我们现在医疗 是那么受药厂的管制 因为钱最多是他们 有钱的当然 他的势力就越大 OK 好了 我们这次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们希望下个星期 在这里再和大家继续 再讨论这个问题 好的 好